接着来关心交通的问题 乌日明道中学前往大渡地区的公车站牌 因为中山路狭小空间不足 无法设后车停 站牌则是两三只挤在一起 加上临近速食店 站牌前还停了许多汽车以及机车 造成学生以及民众跑到马路上等公车 可让到民众安全 地方民带希望是否协调速食业者 腾出小小的空间设置会型站牌 届时民众以及学生就不用跑到马路上面来等公车 民众站在骑楼等公车 公车缓缓进站 由于站牌前停了许多汽机车 公车无法停靠 因此要搭车的民众只好走到慢车道上来上下车 画面有些惊险 这个后车停上下课的学生特别多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得来数 所以其实学生在后车的状况下真的很危险 更何况它没有一个后车的空间跟没有一个后车停 不管是就是太阳很大或者下雨的时候学生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后车的时候小朋友都要撑着上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对如果可以的话就给学生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后车的空间 这是乌日明道中学前往大都地区的公车站牌 因为中山路狭小空间不足 无法设后车停 加上公车站牌刚好旁边就是速食店的点餐车道 常有车辆进出增添不少危险性 尤其在上下课或上下班的交通兼风期 就可以看到很多学生站在马路上等公车 让人相当担心他们的安全 为此明代特别找来市府交通局前来会看 希望争取设置智慧型站牌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交通局的供应处可以协助 跟旁边的肯德基来协商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借用他们肯德基前面的广场 让我们那个地方设置一个智慧型的站牌 公车站牌 让学生们可以站在肯德基的前面来后车来等公车 那智慧型的站牌上面就会有显示 这个公车几分钟会到 他们就不需要站在马路上面去看公车 那如果可以在那个地方的话 可以减少很多交通上面的事故 台湾市交通局表示 会尽快协调临近站牌店家 提供合适地点副挂智慧型站牌 以提升良好的后车环境 保障民众安全 捷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